也許只需要一點點的關懷 我發現這個藍色是一個很有個性的顏色耶 你說什麼 我說這個藍色很有個性耶 對 這個藍色 因為它其實我覺得是有一點像藍紫色的感覺 然後其實塗起來滿有個性的 而且我最近塗指甲油才發現 就是原來女生真的是很辛苦 因為呢其實塗指甲油啊 好像應該要連續塗兩三層對不對 不是只有一層就解決 沒關係我覺得您塗的方式也很有個性 是這樣嗎 對你就按照你的方式塗就可以了 你說對不對 對 人家剛開始這樣也跟我說 會不會啊 我覺得歌迷不相信歌手是一些有點難過的事情 好不過在這邊跟大家報告一下 它真的是指緣呢 都大概有預留那個兩公里的空間喔 都沒有塗滿 真的是很具有個性喔 我覺得這將來可能會成為我們這個秋冬的風潮 就是呢我們的指甲只要塗一半就可以了 好不好 後面不要塗喔 各位寶貝們要記得喔 好不好 你可以不要一直講 他一直笑 他一直笑我就塗歪了 Yeah 我來看一下歪哪一邊歪哪一邊 因為它其實這個就是第一個顏色 這個第一層比較淺 可是它其實真的因為它這個號稱就是 媲美沙龍級的指甲 所以我跟你講整個塗上去顏色 你看前面這兩支是它自己原本塗 跟後面它其實乾了之後 顏色就已經相當不接近了 所以真的相當推薦大家 所以只買這個顏色 不是啦就是說推薦大家這個顏色 我覺得這個很棒 來 好一望女孩子其實呢 常常要去沙龍喔 花這個大把大把的金錢 就是為了讓自己的手指頭媚媚的 但是有了我們最新的系列 Winmore的專業殺手系列 刷手系列喔 馬上讓你輕輕鬆鬆的在家裡 就可以有沙龍美甲了 好我們看到這邊現在塗了第二層喔 還是要堅守原則不會全部塗滿 我們還是有預留紙圓附近的這個空白部分 其實要刷成這樣也是要有一定的功力耶 你說對不對 滿意嗎滿意嗎 上不太遠 你自己塗 我還不太滿意沒有啦 其實我覺得塗的老實說沒有桃紅色的好 對但是因為它這個顏色其實是滿快乾的 所以我剛剛第二層上上去的時候 我有點傻眼 就欸那怎麼乾了 我就上不去了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就是希望 透過這個活動然後傳達給大家 就是 不是你為豐富太會塗指甲 喔不是啦 就是其實我覺得塗指甲也是一個很棒的流行趨勢 對 然後不管男生女生都可以幫自己 不管說喜歡的人啊 或者是說覺得重要的人 都可以鼓勵加油 好不好